先生年初因为肚子痛到医院检查 竟然发现肿瘤转移到淋巴与覆没 李太太也一度认为先生没有希望痊愈 他之前在痛的时候根本没办法走路 吃饭一顿饭吃下来 就都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吃完 这个免疫治疗法 对我这个整个的治疗过程 效果会那么好 然后又能够恢复健康 当然这个心情非常的高兴 新型免疫药物治疗癌症原理 利用性药抑制分子 活化并患免疫系统 进而提高末期癌症存活率 恢复部目前核准三种新型免疫药物 使用在第二线非小细胞肺癌与黑色素癌 那在免疫治疗也有抗药性的基因 会跑出来的激转 但是目前的观察到目前为止 那产生的机会就比较低 所以目前看到有效果的人 大概有80%的人 他的肿瘤是可以继续得到控制的 像是黑色素癌 肺癌 淋巴癌 头颈癌患者都能使用 三种新型免疫药物 医师呼吁癌症病友 不要放弃治愈的希望 大爱新闻 黄才奇 许英豪 台北报导 杰特扇 最大也是困致的形象